第七届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览会 12月24号至26号 在福建泉州实施式举办 展会吸引了来自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泰国 马来西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 逾150家再民企业参展 我们是从菲律宾直接就是做直销这个菲律宾水果 新鲜水果 因为我们也是刚开始一个是在做广告吧 就是知名度吧 先打起来嘛 看当地人有没有这个需求 就是可以直接跟我们对接 就是做这种直销的业务 当然对互相双方就比较有利 其实像这种展会也是一种平台 能就是认识或者有些需求 能假如说跟不管是我们这里公司还是别的公司 有这种需求可以跟有需要什么跟菲律宾来往的一个业务 或者一些交易等等 作为本届展会的主定国 菲律宾驻厦门领事馆 石石市飞华硅桥经济促进会 组织了近50家企业参展 带来诸多特色优质产品及知名品牌 其中有多家菲律宾跨境电商企业 我是菲律宾第二代的华侨 我在菲律宾出生长大 在咱们时事这一边 全州我们有做跨境电商 做一站式服务的海外舱 服务菲律宾以及泰国的这个Shopee跟La Sada平台 我们对于国内的市场也是很看好 现在咱们中国应该算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经济体 以及消费群体 在菲律宾的华侨 其实大部分都是从咱们闽南地区过去的 那来到家乡这边发展了 也是主要家乡有这些服装行业 其实现在这个服装行业 鞋服类以及这一些小商品 都在咱们东南亚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 时事市飞华归桥经济促进会成立于2012年 促进会成立以来 充分发挥地缘清缘的纽带作用 凝聚旅飞乡亲力量 融入家乡发展回归创业 为家乡企业对外拓展牵线搭桥 我们当时促进会成立的这个意图 就是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一代 从菲律宾归国华侨 这些人在二代三代 或者是他们原来老家都在本地的 但是在去了菲律宾回来 这些年轻人能在实施自己的故土 然后做一些创业的事情 然后希望为家乡做一些贡献 这个是我们局纪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初衷 我们通过我们整个出京会 把这些所谓的华侨 侨胞也好 华裔也好 他们融聚在一起 因为他们本身流的是华人的血 所以他们希望在故土里面 也能做一些自己家乡的一些工作 一些贡献 我们来说我们在一起的同级 他们我们在一起的家乡